祭功活佛祠與十條告誡 教徒修道講法保頭腦清楚第一條 學師學父手裡教內外如依第二條 涵養功夫當周到寬裕溫柔第三條 勞心動性養結操目德早身第四條 學習聖賢墨祭教隨緣隨份第五條 久緣久末戴心智成橫堅者第六條 始終信逆真理就窮理盡興第七條 忘情絕念好一性佔盡自持第八條 七情六欲洗地盡寧靜之遠第九條 公寬信敏慧則召施捨施捨第十條 施給徒兒十條告違叛徒兒修道早 認清人生真意義服務犧牲最高超 不要小看己身體替天行道就同胞 九六佛子圓一體同心協力法周遙 只要徒兒三分成老是自然助力高 半徒兒費功虧愧足玄蒙修院難消 所以徒兒切記住始終如一修道老 修道者乃去其惡习除去妄念 明悟其理與道相隨 時而二六始終何忽忠庸之道不偏不已 求其誠意正心謹慎而無二智 時目時首言之獨處念念不離本性 充實內得海寒春欲內盛達外王盡 修身律己度重歸真 反僕還原智者體之 切切實行廣宣大道 超俗入聖歸反無幾禮天 修身律